前黄金周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当然也动了起来 昨天中部晚会落幕之后 今天下午到南部造势 而这也是宋楚瑜选前的倒数第二场大型造势活动 现场最新情形如何呢 马上联系记者黄运辰 现在主播今天可以说是决战南台湾 除了朱立伦 蔡英文仍在台南造势之外呢 宋楚瑜也在高雄进行他的南部大造势 而现场准备了两万多个 以及现在几乎已经坐满 主持人刚在台上说人数已经突破三万人 而现在宋楚瑜跟徐欣宜已经进行大进场了 但是过去他们两人的场子支持者都比较热情 而主办单位也在这次的活动 也预估了给他们半个小时的大进场时间 那除了宋楚瑜跟徐欣宜现在已经上场了 那今天这场活动呢 最吸睛的亮点就是来了一位神秘嘉宾 他就是宋楚瑜的女儿宋正麦 这是他首度呢在这一次大选替自己的爸爸站台 他还提到了自己过世的妈妈 让我们来听一下他的稍早访问 今天他有很多的面对很多不同的声音 然后要去面对不一样的批停跟指教 但是因为我妈妈不在 所以我没有办法帮妈妈跟妈妈一样 就是去菜市场跟不同的相亲接触握手 那我想以我的专业 我可以在电脑后面 把这个我们这次的视觉 主视觉的一个logo的设计传达给大家 一个 好可以听到宋正麦呢 其实他第一次站台还是有点紧张 他自己也坦言过去自己 因为想要保留自己的生活 所以不愿意站出来 但是今天看到自己的爸爸参选这么多次了 这么愿意替人民来服务 所以今天他也决定站出来 而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 除了支持者呢 是举着清明党的旗帜呢 还有民国党的旗帜 其实双方呢 都一样有同样的诉求呢 就是除了总统 希望能够冲高票之外呢 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政党票 我们可以看到旗帜呢 大家都说了要把票投给清明党 但是民国党呢 也放着说请投 六号民国党的旗帜 那这也是他们两个人呢 这一次大选呢 其实可以说是另外一个重点哦 对由总统的舞台呢 希望能够顺势拉抬自己的政党票 让自己的负责不分区的立委 其实呢 能够成为立院中的关键议席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